大家好 我是Vivian 徐若萱 好像第一次用這樣子的 形式跟大家聊天 在晚上 我覺得很特別 其實我們生活上 真的有好多好多事情 可以聊 可以分享 但我覺得今天 我很想要聊一個主題就是 再見錯的人 就是我們遇到不對的人 或者是遇到 直白一點就是渣男 我們要怎麼樣勇敢的 說再見 我相信 有很多人 因為捨不得 所以還一直在一段 一段關係之中 但是其實你 其實你在理性的那一面 你都知道 這個人不對 這個人不合適 但是還是 但是還是 捨不得放下 但其實不合適的人 但其實不合適的人到最後的結果 可能還是 要分開 所以我覺得我們 都要做 都要做 勇敢的人 我一直相信 有一些傷痛 時間真的可以 沖添 沖淡一些 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 你要相信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沒有這個人 也可以 我最近 身邊有一個好姐妹 也是一樣 下定居心 要離開一個 交往十年的對象 我也覺得 非常的勇敢 因為有時候 不合適 你拖太久 其實整個生活上 你整個生活 你都不快樂 那我覺得不快樂 又不自在的一段關係 又何必 勉強 我覺得勉強 是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一段健康的關係 都會讓我們彼此成為 更好的人 然後一起讓生活 活得更精彩 然後一起去創造很多 美好的回憶 而不是一直讓我們痛苦的人 然後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盡力而為 問心無愧真的就夠了 晚安